嗨,上周日去了一下荷兰海鸦的海滩 西凡林根海滩 这个还蛮出名的 我之前在介绍海鸦的时候有一幅画 120米长,高14米的巨型画 就是画了这一个海滩 所以趁这次来看一下,对比一下 发现真的画得很好 废话 看一下这个海滩在哪里 就是在海牙的西北上一点点 然后海牙真的很多餐厅,很多东西吃 这次我也是去吃了广东的点心 然后再去这一个海滩 看一下这个海滩吧 停好车 从小路走出来很近 不用五分钟就可以走到海滩了 这个算是旅游的日门地方 然后本地的人也会去 停车场有很多车位 应该有1000多快2000个吧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 有时候经常看在荷兰的人游发这个海滩 果然是蛮不错的 沙汤的另外一边是一些娱乐设施 等一下介绍 然后我们在沙汤上铺了一个野餐垫子 这里的沙好像是白沙 然后软软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刺脚 就是不会那么痛的感觉 第一次在沙汤野餐 第一次在沙汤野餐没有什么经验 我带了一壶热茶 还有在海滩市区买的一些蛋糕 老婆饼 风还蛮大的 然后太阳被遮住了的话 还蛮冷的 所以搜一搜 往海岸上看看 这边已经很商业化了 人流量也很多 在另一边是有很多酒店 还有餐厅的 觉得有点过多了 不过可以想象 可能夏天的时候 这里是蛮受欢迎的 中间有一个大平台 可以走楼梯上去 然后可以沿着这里 走去海 远一点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 从上面看海滩 很多人在那里坐着 晒太阳 因为风声很大 所以我把声音关了 然后在这一个角落呢 就有那个摩天轮 还有滑来滑去的设备 我觉得还蛮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要在沙滩上 建一个这样的东西呢 不过好吧 大概就这样 谢谢观看 多多点赞 关注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